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守在旁边的是清明的妈妈 因为不会说话 大家都叫她雅妮 清明的出生很不寻常 她是在这个大院里的白色沙发上生下来的 孩子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出生了 住在一个大院的邻居们都很高兴 还有一个人也很高兴 她就是孩子的养父老黎 老黎名叫黎北盛 今年53岁 从农村来到江西守夷丰县打工已经很多年了 几个月前 老黎从附近的大桥底下捡回了一个人 她就是雅妮 当时雅妮已经怀孕了 那是2012年3月的一个夜晚 天还很冷 老黎和朋友打着手电筒到桥下找到了雅妮 老黎和朋友们都租住在这个大杂院里 听说桥下有个怀孕的流浪女 朋友们建议老黎去看一看 没有人知道雅妮是从哪来的 以前一直有人看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 拉着板车乞讨 车上就坐着雅妮 就在老黎找到雅妮的十几天前 人们发现拉板车的老人不见了 只有雅妮一个人 衣食没有着陆 大家看到老黎生性善良 有无儿无女 都劝她把雅妮带回家 雅妮不光不会说话 智力也很低下 再加上腿上有残疾 只能扶着板凳走路 刚被老黎捡回来的时候 她浑身又脏又臭 前来给她学校 我就拿着个哥哥 捂着她下 没没穿板子 前回来没吃饭 她拿着几个鸡蛋拿着 天经去洗澡 我就拿着布兰 拿着个维子拿着给她 第二天就跟她洗了个澡 然后拿一件鸣鸣鸣来穿 前进那个学校好重 一身好重 前进来的时候很大 这个妇女 她做一盆肥子好晚 老黎的姐姐告诉记者 老黎身高一米八 年轻的时候也吸引过不少姑娘 可是她十九岁的时候得到脑膜炎 后来就一直没能娶上媳妇 老黎的姐姐也曾想过 帮她找个身体有点残疾的女人做媳妇 可是家里的长辈们又不同意 宅不到啊 我妈妈不同意啊 其实我这个身体做媳妇就不同意啊 其实我她做不佛啊 那个好的找不到 那个没有人交给我 当时老黎拉着平板车 把搭着肚子的雅女带回了家 也遭到了兄弟姐妹们的强烈反对 家里人都觉得老黎靠打工养活自己都很勉强 现在五十多岁了 再养活一个老婆孩子 恐怕心有余力不足 拗不过家里人的反对 老黎捡回雅女的第三天 又把雅女背到了民政局 民政局了解情况后 初步判断雅女不是本地人 由于没有身份证也无法安排住进福利院 民政局救助了雅女二百块钱 老黎又把雅女领了回来 清明就是在雅女住进大院两个月之后出生的 她的名字还是老黎得起的 黎清明 黎清明 我记得 什么意思呢 清明头一天 清明头一天是什么的 老黎在工地上干活 有时一天能征一百块钱左右 而雅女什么事也不会做 老黎累了一天 回家还要做饭洗衣 我现在一个人养那里 年末就是三个人 还等多少钱 一桶 尽管这样 老黎还是心甘情愿地 养活着雅女和她的孩子 看到老黎下了决心 亲戚们也就接受了雅女 为了给雅女一个更好的家 老黎准备正式和她结婚 正经过日子 再把清明抚养成人 可是就在2012年7月13日那天 又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有人把刚刚三个月大的小清明给偷走了 那天中午 下班回家的老黎刚进院门 邻居刘师傅就冲他喊了 起来 原来那天11点半左右 邻居刘师傅要去做饭 看到雅女坐在门口 清明被放在摇篮里睡觉 没想到转身炒菜一会儿功夫 就发现清明不见了 11点半左右 我就进来这房 那上面炒菜 几分的就把它喝到脚蛋 大家正急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老黎的姐姐赶过来了 她说刚在街上碰到一男一女两个人 抱着一个孩子正式清明 老黎姐姐说 和她说话的女人40岁左右 几天前还在老黎家住的大院里出现过 而怀抱孩子的男人50岁左右 有点谢顶 看起来像个干部 老黎姐姐将信将疑的 往前往前走了几步 就在这几步嘛 在这几步放到面前 放到面前就看嘛 看着 就没有 动过来就没有看着这人 没有看着 也就一愣神的功夫 那一男一女 已经抱着孩子没个踪影 老黎姐姐这才觉得事情不良 赶紧往老黎家赶 一进门就看到邻居们 正七岁八十的议论着 好几位邻居证实 院子里确实来过一男一女 邻居们说 有一男一女今天一大早 就来看孩子 还试图想把孩子抱走 骨子好高 骨子很高 骨子这个咋不开了 他是 把他抛下去 把他咬到个瓦巴也去 看了他紧头发 看了个女的 我说那你不能去 他怎么不能去 我说他男人没有飞 你把他抛到哪里紧头发 我到他回来到哪里问 见邻居不同意抱着孩子 那一男一女 就把清明又放回了摇篮 一直到中午 大家纷纷准备做饭 那一男一女 还没有走 老黎仔细查看 发现放在床下的孩子出生证明也不见了 老黎马上报了警 警察开着巡逻车 带着老黎在街上 兜了好几圈 也没有见到抱着孩子的那一男一女 邻居们又帮忙到民政局查问 抱着一线希望 看是不是真的有工作人员去过他们大院 民政局有五位女性工作人员都不是抱着孩子的那个女人 几天前来看过孩子的那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 大院里的邻居们都见过她 那个女人每次来都在清明和雅女身边转悠 当时只有几个邻居随口问过那个女人几句 但是谁都没有警惕过 我就问她 我说你是她的亲戚吧 她又不自身 我又问 我说你是她的亲戚吧 她又不自身 她提三次 我说你是她的亲戚吗 是 她就说这样 是 对我们就没什么反应 亲戚就没什么反应了 这回邻居们凑在一起一分析才发现 那个女人的话全是谎话 她要真是雅女的亲戚 怎么会不告诉老黎呢 大家好悔没早觉悟 竟让人大白天当着孩子妈妈的面抱走了孩子 到底抱走孩子的两个嫌疑人是什么人呢 他们会把孩子带到哪呢 警方让大家好好回忆一下 有没有什么线索 这时老黎的姐姐突然想起一个人 就在几天前 有一个好心人也来看过孩子 现在想想 那个好心人身上也有疑点 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她来后热心的帮忙照顾孩子 还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并且送来了一大包旧衣服和一个奶瓶 当时十几岁的小女孩对好心的女人叫妈妈 还告诉老黎的姐姐 这个奶瓶是妈妈推销奶粉的赠品 老黎姐姐怀疑那个好心人的原因是 就在好心人来过两天之后 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又来了 这一次小女孩却是跟着偷走孩子的女人来的 而且看到两天前送给清明的小奶瓶 小女孩还多说了两句 让老黎的姐姐印象深刻 一个奶瓶暴露出嫌疑人的行踪 孩子被送到了谁的手中 他们为何会落得鸡飞蛋打 孩子能否回家 警方通过小女孩的话分析 好心人和抱走孩子的女人应该有亲戚关系 而且那个好心人应该是个奶奶粉的 找到好心人偷走孩子的女人就应该能找到 警方决定从这个奶瓶寻找突破口 为此警方到县城卖奶粉的几家超市做了调查 卖这种牌子奶粉并赠送奶瓶的超市 在县城只有一家 推销员也只有一个 警察找到了这个女人 这个推销员叫熊立芳 她承认自己带衣服和奶瓶去看过哑女和孩子 她说 她是在街上听大妈们说 老黎收留了一个流浪女 还生了一个孩子 出于同情 就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探望了 但是熊立芳说她家的亲戚很多 至于后来女儿又和谁去过大院 她并不知情 她的女儿现在还去了外地 我不知道 我们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这样子可能有一定的关联 我们就把这个女的的家庭关系 兄弟姊妹还有这个小姑子这一类的人员 把她的信息资料全部调出来 调出来让那个李某还有那个 她那个灵 警方根据户籍信息 将熊立芳所有的女性亲戚的照片打印出来 给大院里的邻居们 有没有抱小孩的男人 看有没有 抱小孩的男人就是这个 就这个吧 三号吧 看下是吧 这还一个你 我这个你 就是三号吧 就这个 是这个 是是是 这好像是女生 是穿吃的 是这个 他是 没有炸头发就是 好像剪的那个 剪的一点头发 没有炸头发 就是没有做头发 剪的那个短头发 剪的那个短头发有点方式的 有点方式的 有点方式的 是 这个脸形像吗 是 脸形同同 脸形同同的 不是很 变现的 就是这个女的吧 是 邻居们很快就都只认一个人 她是熊立芳的姐姐 叫熊庆坊 十年前远嫁到了外地 但是 近几天 却在宜峰县 探亲 听说 2012年7月15日那天 熊家有亲戚 正巧办喜酒 警方决定 到那里去找他 我们敲个门以后进去 当时他就紧急了 他就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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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 一种扇子 他也不说 我们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晚宴 他自身叫晚宴 我们通过了个照片 一比对 应该就是他 自称叫王燕的女人 其实就是熊庆坊 开始 他不承认有抱走孩子的事 直到看到老黎和他姐姐 知道事情无法隐瞒 他就马上哭闹起来 说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救孩子 说好了 说好了 好人 做成这个样 真的是 他说的我都说了 我没有遍 你们真的 一直都没遍 熊庆坊说 自己是听了街上一些老人们的闲言 才注意清明这个孩子的 这些老太婆 这些阿姨讲的 小孩子实在可怜 整天晚上一天到晚都哭 好多个晚上都是睡地方上面 实在可能真的是可怜 这一条命都会脱死掉 熊庆坊的话 让老黎和邻居们很是生气 大家都证实 老黎一直对哑女和孩子很好 还特意给孩子买了婴儿床 和许多玩具 而熊庆坊又说 他抱着孩子 其实是受一个朋友委托 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我绝对没用到他一分钱 我可以说 那这个小孩 你拿到钱了吗 我没拿一分钱 我一分钱都没拿到 但是警方后来调查 熊庆坊偷孩子之前 一共收到八千块钱 给他钱的 就是那天跟他 一起去大院的那个男人 叫仲晓东 熊庆坊说 当时他们两人抱走孩子 就在街上碰到了老黎的姐姐 慌不择路 仲晓东抱着孩子打车离开了 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他也不清楚 警方觉得事不宜迟 决定马上追回孩子 仲晓东的家 在江苏阳中市 警察找到了仲晓东 所住的村子 他说他城里有个房子 在村口正巧碰上了仲晓东 将他抓获 江西的夷风县公安局 行警到这 夷风 知道吗 知道吗 去过吧 知道 去过吧 你自己想一想什么事情 仲晓东 五十八岁 是仪表推销员 一见到江西的警察 他马上明白 是为了孩子被偷的事情 他为自己辩解说 这次偷走孩子 都是熊庆芳教唆的 那么我又不知道 他是偷人 我也知道偷人 我今儿也不做这个事 我杀到我头也不做 我要看那个母亲 我真的要一刀 砍死他 害人 仲晓东说 自己的一个朋友 想收养孩子 2012年7月 熊庆芳告诉仲晓东 老黎家有个男孩 长得白净又健康 他专程 从江苏赶到江西 去抱孩子 到了老黎家 他才知道 老黎家并不同意抱走孩子 虽然仲晓东 极力为自己开拓 但是邻居们都证实 仲晓东和熊庆芳 一起在大院里 待了很长时间 最后 趁邻居不在 偷偷抱走了孩子 并且仲晓东 抱走孩子之后 又辗转到江苏 镇江的火车站 收取了朋友 两万六千元钱 把孩子交了出去 仲晓东说 他的朋友 就住在杨中市 一个村子里 孩子被送走之后 情况怎么样呢 警察局定 马上带着仲晓东 去找买孩子的人家 这家人在当地做生意 警察一进门 就看到清明正在河南 警察向男主人说明这孩子是偷来的 男主人当即表示 愿意到派出所去一起说明情况 下方INA是否会发生意 老师作词 怎么会发生意 小刀 再说一声 下方 casa 说清了情况,一位当地派出所的女警接过了孩子。 虽然被从江西带到了江苏,经过了近600公里的长途跋涉,清明看起来倒还精神,瞪大了小眼睛望着大人。 看到女警要把孩子盗走,刚刚和孩子生活了三天的女主人,一时接受不了,哭了起来。 原来,这家里本来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不久之前意外的死亡,因此男主人和妻子才想要收养一个孩子。 仲晓东在把孩子送给他们的时候还写了保证书,说孩子的父亲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自愿把孩子送人的,以后也不会有任何人来认领。 但现在看来,这保证书不过是骗人的一纸空文。 抱着孩子,一封警察马上踏上了回城,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勇负责抱孩子。 平时因为工作忙,他在家很少抱自己的孩子,这一路上他抱着小清明,始终小心。 当车开到南京的时候,孩子已经很少哭闹了,似乎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回家了。 经过了十个小时的车程,2012年7月18日,晚上21点,得知消息的老黎早早地就等在刑警大队门口迎接着,他看起来很紧张。 这时候,这时候,牙女已经睡了,老黎没有叫醒他。 大院里的左邻右舍都来了,跟老黎一起放起了鞭炮。 孩子安然无恙,又回到了妈妈和他养父的身边。 熊庆芳和仲晓东现在涉嫌拐卖儿童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他们将接受法律的审判。 清明,这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孩子,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大院。 现在邻居们对这个小生命更加关心了,每天都有奶奶和阿姨们代替妈妈给他洗澡喂奶。 希望这一次,这个孩子能真正幸福快乐地长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